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土耳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比尔格齐 17日在安克拉说 土耳其与美国已就训练和装备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 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降至55 较1月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下降2点 低于市场预计的58 但依然保持在50融枯线以上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成凤来去 直航北京 自今年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 31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1 3 5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仓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进行追寻各大旅行社登陆国行网站 活泼的销售热线800-882-8122 FORD 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租赁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 宣誓就职成为总统奥巴马 执政6年来的第4位防长 卡特上任后将面临连串问题 包括军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是否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致命武器 以及也门清美政府并领倒台 影响美国在当地的反恐行动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基于保护数百万 无证件外国人免于遭受驱逐出境所颁布的行政命令 被德州法官昨天踩刹车 该行政命令原定于明天起开始接受申请 而德州布朗斯维纳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汉恩的这项裁决 决定延后执行该行政命令 直到能就这项命令的合法性展开审判 16日下午1时20分 美国西维基尼亚一列满载石油的货运火车出轨 并燃起雄雄烈火 到目前为止烈火还在持续 当局已经疏散了附近数百户居民 关闭了两家水处理厂 因当地大雪造成救援困难 目前采取让石油自行燃尽的办法处理灾难 现场情况可以看到 一节车厢坠入旁边的河里 原油流出之后在河面上燃烧 所幸事故中只有一人因吸入烟气而受到轻伤 一年一度的新二粮狂欢节在今天展开 据悉每年参加该狂欢节的人数超过400万人 这个节日起源于天主教 法语的意思是油腻的星期二 即英文的Fat Tuesday 因为从Ash Wednesday 也就是灰烬星期三开始 就是为期一个月的斋戒 直到复活节为止 所以在斋戒月开始之前 要大吃大喝狂欢一番 现代的新二粮狂欢节 已经跟宗教关系不大 不过很多人把参加狂欢节 当作一项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之一 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过节了 Amazon Kindle送给丈母娘 旧羊豆浆鸡送给我老婆 Apple iPad Air 2 当然留给自己了 哎呦 当然留给全家用了 参加iTalk BB推荐亲友活动 免费得丰富豪礼 24小时推荐热线 1877-482-5522 更多详情 请关注iTalk BB微博微信 Ford 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租赁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白宫从17日起 举行一连三天的反恐峰会 会议将主要讨论 国内外如何打击极端分子 和他们的支持者 以阻止他们招募 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加入 并旨在分享反恐的最佳实践核心战略 总统奥巴马计划 将于18日在白宫主持交流会 并在19日 与国务院相当约60个国家的代表 发表讲话 另一方面 暴风雪昨夜 再袭美国东部和中部 为忍受严冬的美国民众 带来更多降雪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降雪带上涵盖达5000万人 温度将比平常低很多 预测美国东部 本周大多维持这类天气形态 气象局说 从卡罗奈纳州到中大西洋地区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冷天气 预期会出现众多创纪卢迪温 不习惯这等寒冷的南部州 也将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利用大数据 打造预测网络攻击的 即时预警模型 以预防潜在的网络攻击 国土安全部官员施耐克指出 负责保护美国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国土安全部 未来将可向气象学家 根据卫星云图预测气象般预测网络威胁 直到何时该主动防止恶意软铁的攻击 好了一起再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根据加拿大联邦国防部的估计 加拿大军队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 空中轰炸ISIS极端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底 会耗费加拿大拿税人1.22亿加元 保守党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肯尼日前表示 他会在这个星期向议会报告半年时间内 加拿大军队在伊拉克恐袭行动的详细开支情况 并认为这1亿多加元的开支是值得的 因为联军的空袭行动已经明显削弱了 ISIS这一极端组织的实力 好了再过一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提议华人将春联挂在屋内 避免引来窃贼 警方发现连续入室盗窃抢劫案 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华人 共同特征是住所的门口或者是窗户上 贴有对联 福字或窗花等 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装饰物 盗贼按门铃确认屋内没人之后 就用撬棍撬开房门警务行窃 多伦多警方在此提醒大家 在春节期间注意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上收看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依依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